今天我们要查的经文呢是出外机记的第八章 整个这一章的这个经文 还是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可以 啊好谢谢谢谢 我这个 啊好 呃 那我们还是在开始之前的首先一起祷告一下啊 才天父感谢你又赐给我们啊弟兄姐妹在线上一起聚集的时间 求你继续看顾保守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都有诚实的心 也保守我们众人在你的话语当中德隆德建造 你借你啊几千年前对这个埃及地的这个审判 求你让我们今日一样能看到你所展示的这个神 你的权柄和荣耀 你所呃你恨无人拜偶像 主啊你在千年前的时候借自己的神迹歧视 呃摧毁埃及地各样的这个偶像 求你今天今天一样的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 因为今天呃人造的这个偶像仍然四处都是 求你能够兼顾我们的信心 也帮助我们的灵能够抵御这世界上各样的诱惑和攻击 听我们一上打告 奉主耶稣基督保卫的圣灵球 啊我们今天呃经文的比较长呃 我们会把整个第八章呃 从第一节一直到最后三十二节这个经文都是呃都一起查 所以这个经文比较长请大家我想请大家帮忙就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 呃这个 呃一共就把它分成了这样的几节 首先是一到七节 然后八到十二十三十七十八十二 最后这样一共分成五节的这个样子 六节样子 呃这个呃 荣荣那边的那个就是弟兄姐妹有没有帮忙可以这个读一下的 现场聚会的这个弟兄姐妹 来我来读一下 啊好那二个弟兄先帮我们先读一下这个 对一到七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进去见法老 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 好事奉我 你若不肯容他们去 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试镜 合理要资深青蛙 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 和你的卧房 上你的床榻 进你尘朴的房屋 上你百姓的身上 进你的炉灶 和你的 呃 呃 呃 十以上 使青蛙 后面看不清的 后面挡住了 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 看不见后面了 第七节 第六节第七节没有了 哦 现在这样能看到吗 我这也看不到 好那没关系 那 呃 我把后面这个读完 就是 嗯 亚伦变身杖 在埃及的诸水上 青蛙就上来 遮满了埃及地 行法术的 也用他们的斜术 照样而行 叫青蛙上了埃及地 好啊 啊 谢谢 二哥弟兄 然后啊 然后那边有可以读 那个八到第十二节的吗 啊 OK 谢谢 好,谢谢荣荣,然后韦杰在不在韦杰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第13到第17节 我看你是unmute的状态,但是听不到你说话,是不是在用电话,你是在叫我吗,天明,对对对,是,OK,13到17节是吗,对,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请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帮我, 青蛙,巨龙,沉醉,遍地,周兜,心臭,荡法老见,灾祸,松化,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深处你的杖踢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身上踢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 变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好,谢谢韦杰弟兄,然后,看看还有谁啊, Rachel姐妹能帮我们读一下这个18到22节吗? 是叫我吗? 是的 帮我们读一下这个 我看看 第十八章的18到22节 我找那个,先找了圣经,它那个第几章,我们现在读第六章吗? 这个我标题打错了,是出埃及地第六章 8章的18到22节 这个屏幕上面也有的,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 哦,因为我太小了,我用了个,今天不好意思,用了个手机再上,因为比较小,我想那个,那我就找到了圣经这一块,翻开了,是第六章,你让我读第几,从第几到第几啊? 第八章的18到22节 哦,18到22节 哦,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处疯子来,确实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生处身上都有了疯子 行法术的,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 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陈朴,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 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 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戈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 好,谢谢Rachel姐妹 然后最后几节的这个经文从23到32节,我自己就一起读了 从23节开始,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着神迹 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朴的房屋 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 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 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 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 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 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祂 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 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祷告,祈祷 摩西说,我们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 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 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 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 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 整个第八章的经文比较长,但是他就是讲了石灾当中的三个灾的故事 分别就是青蛙的灾,狮子的灾,还有苍蝇的灾 在讲石灾的时候,上一次我们大概提到过 石灾它在整个叙述的逻辑里面是非常有结构性,很贵正的一个排列 它这几个灾并不是随便排出来的 它基本上前九个灾可以分成三个一组,一共三组 最后一个灾是击杀长子的灾是最后一个单独一组 所以在这个表格上面可以大概看出来 它每个组之间都进行在一种同样的循环 就比如说呢,我们可以看第一组和每个组的第一个灾 就是水变雪,淫灾和冰雹 它都特别的会提到摩西和亚伦要在早晨来到法老面前 而且对法老要发出警告 而且发出警告之后,这个灾才会出现 而每一组的最后一个灾,就比如说今天会讲的这个狮子的这个灾害 这个起窗的这个灾害,还有这个黑暗的这个灾害 就是每一组最后一个灾害 都会在没有说明的情况下发生 而且也没有任何与法老的这个互动 而每一组的这个中间这个灾害呢,会有警告 但是每一次警告都不会说是在早晨的警告 但是都特别的会提到摩西和亚伦来到进到法老那里 对他们,对他说容我的百姓去 会提出非常明确的这个要求 这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共同点 就比如说每个循环里面 第一二三灾是接着亚伦生长来形成 然后四五六是没有接着任何物件生,直接降灾 然后之后呢是七八九是接摩西生长来形成这个灾 总之它是一个非常规整的一个结构 这个能帮助大家记载记一下这个实灾 它这个整个叙述的这个顺序还有这个逻辑 它本身有这么一个循环的一个关系 而且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另外一个循环 就是法老在刚开始遭遇灾的时候 会有头几个在心硬 就算是遭灾了也不愿意放以色列人去 然后后来遭了一个严重的灾 他就开始放以色列人去了 但是后来又要反悔 让这样的事情到后门也会循环好几次 今天特别讲到的这三个灾呢 我们之前讲到分别是青蛙狮子和苍蝇 我们之前讲到每一个这个实灾的这个灾呢 应该是都对应着神去摧毁埃及的一个偶像 在上一个周的时候我们大概讲到了这个 随便学这件事情是摧毁这个埃及 他最依赖的这个我本尼罗河的这个河神 的这样的这样一个偶像 那个神迹就是说河神在这个耶和华的面 神的这个面前他的能力不堪一击不值一提 而今天的这三个灾 青蛙狮子苍一样也是分别对应三个神 我们一个一个讲 首先是这个蛙灾 他对应的呢是这个蛙神 青蛙神埃及的这个叫做海奎特 也有了翻译叫做海科特 这个是埃及的这个生育女神 这个他经常有的这个形象是一个人身挖头 就像左边的这个图一样 然后在有些时候他的形象就会是单纯 就是一个青蛙的这个形式出现 像中间的这幅图 这个憨憨的这个一个石雕 看上去有点像猪 但其实它是一个青蛙 而且在最右边的这个壁画呢 是在埃及的这个墓葬里面出土的这个壁画里面 这个两边它展现的是这个蛙神造人的一个场景 因为在他们的这个城华传说里面 这个蛙神海科特是参与创造人类的这个著作神明当中的这个一个 用青蛙这个生物呢 去进行第二栽的这个攻击呢 本身也是有一点意思的 因为青蛙这个东西 它是很难对人造成实质伤害的 它没有什么有效的攻击力 它没有什么牙 不会说咬你一下抓你一下 然后大部分的青蛙呢 也没有毒 少量的青蛙它只是很碍事 很恶心 但是呢 多到会变满埃及人的这个地路 还有这个房屋 甚至房屋里床上还有桌子上都到处都是青蛙呢 这个事情就突破了一个恐怖的这个界限 普通埃及人他住在这个泥砖所切的这个平房里面 但是富人住的这个房子会有两三层高 所以说如果青蛙都进入了这个王宫的这个寝室的话 就意味着你就算住在高层 也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青蛙 所以这件事情显然是一个超自然的 而且对埃及人来说 这件事情对他们 对于海奎特的这个偶像敬拜也是有摧毁作用的 因为借着这个灾他们清楚的可以看到他们敬拜的这个青蛙之神呢 并没有办法阻止青蛙以恐怖的这个数量糟蹋他们的生活 而且似乎这些青蛙的出现和消失都完全的是掌握在耶和华神的这个手里 而且这个事情它还有一个格外的一个讽刺的一个意味是什么呢 就是海奎特它这个名字还有其他的一个含义 为什么在埃及一个青蛙形象的时候会被赋予这个赐福生育的这个含义呢 因为青蛙很能生 青蛙一次产卵 按品种不一样是几百克到五六千克之间 而且青蛙卵的孵化率非常的高 在人工养殖的这个情况下 青蛙卵的孵化率能到百分之八九十 而在野外这个青蛙卵的这个孵化率也能到百分之五十左右 所以埃及那个地方嘛 就是一条大沙漠 一片大沙漠靠着一条牛河 可能青蛙就是他们那个地方最能生的这个生物了 所以海奎特的这个名字 它本身也带有这个百万的这个意思 就是数量很多的这个意思 所以你就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人们会把生育的这个祝福寄托在这个青蛙身上 这类的这个寄托代表了相当广泛的一类这个甲神的这个类别 就是希望他因为因为他青蛙自己能多多的生 所以他创造了一个叫海奎特名字里面 带有多很多的这个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神 还是青蛙的形象用来祝福自己后代也能够一样的多 这一类的这个甲神呢 如果把它稍微的这个归纳一下 它显示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很普遍的 而且跨文化的人类心态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能本能的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安危啊 自己的这个在地上活的能怎么样 这回事情不完全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所以人们在各样的文化下面 不管是在生育还是在农业生产 还是在经商各种各样的行为当中 都会去祈求一个神的保守 一个更高的一个力量的这个保守 所以在各地都有赐福生育的这个神 在各个文化里面都有丰收之神 都有保护商人的神 都有保护行路的神 都有很多这样的这个神 因为人们天生的能够意识到 这些事情人自己不能完全掌握 所以就祈求那个 好像高高在上的这个力量 能多多的赐福给他 海奎特就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青蛙生的多 这件事情是被寄予了很美好的这个期许的 但是当真正多到无法想象的青蛙出现的时候 给人们带来的确实恐惧 所以就是这样的这个时候 他特别的提醒人 人虽然本能的会感觉到自己缺失了什么东西 但是人真正缺失的是与那个真正的神 至高的这个神之间的和好 是人和神之间的这个和谐关系 而地上任何的这个缺乏都不是人真正的缺乏 人真正的缺乏是与神和好 再举一个更好理解的这个例子 埃及人喜欢 不光是埃及人了 很多人都喜欢说这个后代要多多的 所以把这个 这个生育神寄负在青蛙身上 中国人还有其他很多地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也很喜欢财 也很喜欢钱财 中国人特别喜欢拜财神 对于拜财神来说 最被赐福的这个事情 应该就是买彩票中奖这回事吧 就是你不用付出什么额外劳动 突然天上就跳一大笔钱到你头上 所以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 这是一个天大的这个福气 但是很多人也应该听说过这个彩票诅咒这回事情吧 就是统计上大部分中彩票的人生活会被毁掉 这个事情 大家应该很多人不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之前的新闻里面报道过很多 我之前也在新闻上看过很多类似的这个报道 但是说实话 我当时在看这样报道的时候 我对这样的这个报道的这个真实性呢 心里面是有一些存疑的 因为我觉得 会不会是因为这些中了彩票的这个人 之后他们生活因为各样的原因 又重新变成穷困潦倒 这样的故事本身特别有吸引力 特别有冲击性 而导致新闻媒体特别愿意去报道这类事呢 我怀疑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驱动力 使得这种事情能够经常的建筑爆端 所以让大家总结出了一个彩票诅咒这么回事 但是我一直心里面觉得这个事情统计学上 是不是真的 我不是很清楚 然后一直到 我那个来美国之后的工作 我来美国之后的这个第一份工作 工作内容之一 那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工作 就是去搜以前中过彩票的人的这个信息 我之前所在的那个公司 他干一件事情 就是他把那些中了彩票 然后又选择拿年金的这些人 年金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有些人中了一个大奖 这个大奖你可以选择去 一下拿一百万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一个月拿五千块钱 然后你只能拿几十年或者拿一辈子 如果这个人选了这个拿一个月几千块钱 就相当于他的这个后面拿了一个年金 拿了一个固定收益产品 那我之前那个工作就是找这种中奖的这个人 然后呢把他们的这个联系方式给搜出来 然后我们公司这个销售就会试图去联系他 然后问他你要不要把你手里的这个年金呢 卖给我们 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例子 因为在美国呢 很多这个州里面都规定就是说你中彩票 高额的这个彩票是没有办法你明领的 必须实名领奖 所以我那个时候在美国的这个彩票网站 各个州的彩票网站上去找那些中彩票的人的这个名字 然后试图去搜他们的电话号码 在一个很大的这个数据库里面 但是呢很多人的这个名字 你知道他是有有重名的 是很常见的 他只有的彩票网站只会告诉你说在我们州一个叫什么什么多少多少岁的一个人中了一个彩票 你只是拿这个信息去搜有可能有很多人 这个信息等等这些都可以搜得到 中彩票的人大部分人都会在中彩票不久之后多出一个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地址 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 这个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想过的 在拉斯维加斯多出一个地址意味着什么呢 那毫无疑问就是去赌博了 而你去赌博的话 庄家的这个盈率和庄家的这个池子的深度盈率也是高比你高 池子深度也比你高 你只要去玩的足够多 你最后的钱一定是全都会输光的 所以在意识到那个工作就让我意识到这个彩票诅咒这件事情在统计学意义上应该是真的 应该的的确确中了这个彩票拿到很多这个钱的人呢 本以为这个东西是他祈求了那个制高神的那个力量给他的一个赐福 但是没想到真的掉到人头上的时候真的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魔鬼的这个陷阱 而且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中彩票拿选择拿年金的那些人呀 大部分都已经是头脑比较冷静清醒的人了 很多那些容易冲动消费的人他会选择拿那个一次性的那个现金 所以能拿年金的这个人他还算是人群当中比较有冷静的头脑的人 但是即使是这样 他们大部分的人都会在中彩票之后去参加赌博 而之后的这个事情也基本上可以预料到赌场这个散户是肯定赢不了的 就是在统计学意义上一定是庄家赢 所以这个就是很经典的一个人创的这个假神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在挖神的这个例子里面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讽刺 你觉得是赐福的这个东西 其实本身是陷阱 在挖灾这个事情上面以一个特别直接明了的一个方式给人看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神的这个讽刺 和对这个埃及人的这个偶像敬拜的这个讽刺在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呢 生育神啊什么这个风收神啊 经商神啊这种假神 是以前人类蒙为无知时期的这个产物 有些人可能觉得现在呢 没有了或者少得多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些假神的背后我们都说是魔鬼的这个轨迹 而魔鬼是从来没有停止工作过的 而现在的这个假神呢不仅是有 而且比以前的假神更强大 而且敬拜的这个人更多 你知不知道这样的这个假神 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 进化论就是这样的一个假神 这个我们在上个周日的这个青少年主治学 刚刚开始讲这个事情 以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周五讲 进化论的这个理论 它完全就是一套宗教信仰 按照严密的这个科学研究 你无论如何也得不出物种是缓慢进化的这个结论 你需要在很多的地方有一个信心的飞跃 才能接受这个事情 一个需要信心接受的事情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宗教系统 它就是一个假神 在前几周的时候 我们教会有一个讲员到我们当中 梁秋真博士 他给我们有一次很好的 这个关于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这个宣讲 然后也推荐了很多的这个书籍可以看 这个这些信心的这个飞跃 在进化论这件事情上面 所谓的这个信心飞跃 这个动机是非常直接 就是为了否定神创问 所以这样的这个例子 其实还有很多 在当今的这个社会 魔鬼不仅是没有停止工作 而且是与时俱进 现在的假神也跟着这个生产力 和人的这个认知在不停的这个变化 但是核心都是一样的 就是魔鬼无法消除人类在堕落之后 本能的那种缺失感 但是他可以做的是 他说服你 你缺的那个是这个东西 是那个东西 唯独不能让你看到 你真正缺失的是与神关系的 这个和好这么回事情 在世上所创出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 偶像和假神的这个目的都是这样 他要让你把你敬拜的这个注意力 转向他 而不是转向那个神 所以回到这个青蛙之灾上 法老曾经试图用尼罗河 对付埃及人的这个 以色列人的这个男婴 对吧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就讲到 刚开始的时候 以色列人数量增多 法老曾经试图把以色列的男婴 都丢到尼罗河里面去 结果尼罗河如今就成了 这个法老德的这个报应 这个刚开始是水变血 然后现在从河里面又爬 所以大吹的这个青蛙 使得他们这个生活 遭很大的这个不变 所以这个灾它本身并不直指 它本身的这个意义呢 远远超过对埃及人的生活 造成一些烦恼和骚扰而已 因为说实话 青蛙变满全地这件事情啊 它虽然恐怖 虽然很烦 但是我猜多半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死人 就是会是一个很烦 很恶心的一个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远远不止 是对埃及人造成这样的不变 跟第一个灾一样 这个灾它本身是一个明确的 这个神学生命 它这个神学生命就是 尼和华主导这一切背后的神 比埃及的各个神明都要更强大 所以它要发动这个创造的力量 让人去一点一点看到这个事实 在埃及的术士呢 在这次的这个灾里面呢 仍然能够模仿这个神迹 但是这个是实在里面 埃及术士最后一个可以模仿的这个事情 从下一个狮子的这个灾害开始 就模仿不了了 但是这一次模仿呢 也一样只是单方面的 埃及的这个术士 说是可以召唤更多的青蛙 但是呢 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除掉这些青蛙 所以他们所做的也只不过是 让埃及已经变满全地的这个青蛙 又更多了一点 对于实际的这个问题是毫无帮助 没有解决 所以这个也是假神常见的 这个做事的这个模式 也就是说它 它是会行神迹的 但是它并不帮你解决真正的问题 而且往往是让问题变得更严重了 就好像这几个又变出更多青蛙的埃及术士一样 所以内心空虚在其他地方寻求填补的人呢 也一样往往是越填越空虚 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 因为没有填对正确的东西 因为术士没有能力去去除青蛙 然后青蛙又给埃及法老 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困扰吧 所以硬心的这个埃及法老 在这个里面第一次去除了 在经文里面 他召见这个摩西和亚伦 说请你们求耶和华 使这个青蛙离开我的这个名 我就容许你的百姓去祭祀耶和华 这个求这个字并不常见 它这个意思是说情 就是求你在耶和华面前为我说情 求耶和华证明这个法老呢 他认识摩西所传的这个耶和华是谁 求耶和华是这神 他知道这个神是谁 所以法老在这个时候 真的表现出了有一点投降的这个态度 这是法老在这一次 在一系列的神迹里面 第一次屈服的这个神迹 我觉得这个 他在这个地方屈服这件事情 本身也有神的这个讽刺在 因为神可以使法老屈服的方法千千万万 比如说神也可以直接召唤 天使天君灭绝法老 就算是召唤动物的话 也可以召唤狮子或者猛兽 或者是其他什么给埃及造成更大损伤的东西 但是他就是使用了青蛙这个东西 在我看到的这个网上的这个人里面 对这一段说有说这么一句话 他说的这句话就是说 青蛙是恶势力无能为力 最可笑的一个象征 来势汹汹为人所惧 又似乎是永不能推翻的力量 最后原形毕露石 原来是一堆可笑又软弱的野形兽 但是就是这样的这种可笑又软弱的这个青蛙 我们也刚才说青蛙这东西 它真的没法对你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但是就是这样的灾祸 让法老第一次服了软 对比法老的这个刚硬和软弱的这个青蛙 这件事情还挺有这个讽刺意味的 这个事情也让人想到 神为了荣耀自己的名 在地上拣选民族的时候 拣选的也是一个极其软弱的 以色列这个民族 但是就是要靠他坚守的这个 很软弱的以色列这个民族 能够显示出他行的这个极大的这个能力 这里的另外一个细节呢 就是蛙灾里面 当埃及法老终于屈服了之后 摩西和亚伦跟法老约定了青蛙什么时候离开 这个时间 他们特地的问法老说 你想要青蛙什么时候走 我就求神让他什么时候走 法老这个时候说明天 他为什么不说今天或者立刻呢 法老并不是不着急 而是很有可能会存有侥幸心理 想看这个过了这一夜 是不是青蛙会自然退去啊 这样他就不必听摩西和这个神 而且可以就是说 你看我说明天 结果在明天之前的时候 这个青蛙就没了 这个啊 所以他说明天 但是摩西也说可以 如此证明耶和华他是真神 那最后果然就是如此发生 所以这个灾害是对埃及人所敬拜的这个海奎特 他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显现 是一个power show 他要让埃及人知道 就是你敬拜的这个海奎特 这个假神在真神面前 是毫无能力的 但是呢 十五节之后 天蛙消失 发到的心又再次刚硬 之后这样的事情还会反复好几次 灾祸他并不能改变人的心 只有当神的这个恩典进入到人的心里的时候 人才能真正的得到一颗更新的这个心 这个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更清楚的 所以法老虽然经历了这个很惨的事情 经历了神迹 但是灾祸过去 罪人马上就会忘掉自己曾经许下的这个诺言 所以滥用神的忍耐是罪人常常 最愚蠢又最洋洋自得的一点 所以紧接着就来了第三灾 就是这个狮子的这个灾害 在这一次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实在的这个细节 所以在这个地方 结构上面回顾一下我们之前所说的 每一组的这个最后一个灾难 都是毫无预警发生的 这都是回应每一组第二次灾难当中 法老他的这个心应 和对这个摩西的这个要求的这个拒绝 所以这里是第一次法老的这个这个就是变卦 所以神回应的这个灾害 紧接着就第三灾就来了 是把这个尘土变成了这个狮子 狮子这个词在这个七十世译本里面呢 也有被译作是这个锐 就是这个文锐 所以他有可能也是一种小蚊子 总之是一种会惊咬人的这种小昆虫 这里面的关键呢 是这些小虫子是从尘土变出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打击的埃及的这个偶像呢 是埃及的这个沙漠之神赛特 同时这个沙漠之神赛特呢 也是这个埃及的这个力量之神 战神和风暴之神 赛特是埃及的这个九柱神当中的一个 埃及的这个九柱神 就是说埃及的有好几千好几千个这个甲神里面 最重要的那九个叫做九柱神 赛特就是其中之一 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受敬拜的一个甲神 按照埃及人自己的这个意思呢 沙漠之神是保护他们的 什么呢 就是当这个埃及人这个行伤的时候呢 这个沙漠之神帮助他们能够平息沙漠里的风暴 当埃及人遭遇这个敌人的这个袭击的时候 沙漠之神就发起沙漠里的这个沙暴来袭击这个敌人 但是依和华在这个地方让这些尘土完全站在了他们的队里面 十八的这个经文里面说埃及遍地的这个尘土都变成了这个狮子 就是告诉你当时这样的这个小虫子这个数量有多多 这个也是术士第一次没有办法完全模仿的神迹 网上对这个事情有很多细节的讨论 很多人就是说为什么蛇变杖水变血 属于出青蛙这件事情埃及树士都可以模仿 那个土变狮子 还有后面召唤苍蝇这些事怎么就不行了呢 很多人感觉很难看到这些神迹之间的 哪些差距导致了这个结果的这个不同 所以有很多这种讨论 有些人说这个从尘土变狮子是生命的创造 而在之前的这个神迹呢这个青蛙呀 这个青蛙没有特别的说这个青蛙是凭空变出来的 而说是这个青蛙从河里面上来 所以有些人说这个青蛙就不是创造生命 而从尘土变狮子是很显著的生命创造 所以创造生命这个事情是神的权能 所以这个事情术士行不了 但是这个说法呢 其实是有一些牵强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解释第一个杖变蛇的这个神迹 杖变蛇的神迹跟这个土变狮子 在把一个没有生命东西变成有生命东西上面 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本质的这个区别 如果硬要解释的话 就不得不加入更多圣经当中没有提到的细节 去支持这个论证 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方向上面过度的展开 这个里面的关键是以色列的这个神 是万物之神 埃及的这个术士是没有办法照样造出这个灾祸 是因为他们生命力量有限 而耶和华神他神明他自己的这个力量是无限的 而且他要来所行的这一系列的神迹 就是要瓦解埃及假神背后这个魔鬼的这个势力 魔鬼的能力是在耶和华之下 而且是在耶和华的这个权柄之中的 魔鬼能行的这个欺骗还有毁坏的这个事情 是神许可他可以做的 恶人能做害事也是神许可做的 但是当神禁止的时候 他们就无能为力 所以这个事情是其实是这些事情的关键 就是行法术和行邪术的这个埃及人 他本身他的无能 显示出的其实是他们背后 他们能力的那个来源 那个魔鬼 他们魔鬼能做什么事情和不能做什么事情 在神的这个权柄之中 这个才是关键 但是当埃及的术士都不得不承认 这个事是神的手段的时候 法老在这个第三灾 狮子之灾里面的心呢 仍然刚硬 不肯听摩西亚伦 有人可能会想啊 明明在青蛙灾的时候就已经服软了 怎么更严重的这个狮子灾到的时候 反而心更硬了呢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对不对 因为其实很不奇怪的 因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一个是法老的这个悖逆和顽梗之后会再循环很多次 而且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悖逆顽梗 其实不仅仅是在法老身上的 就是被救出来的以色列人身上那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就算是我们现在自己得救之人的这个人身上也是一样的 神迹没有办法使人归向神 信心不仅是让人归向神最好的办法 而且是唯一的办法 我在之前的时候跟我那个亲人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讨论 我那个亲人他不信主 然后呢 不信主的人在面对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就是说那神要想让我信他 他行个神迹 他行个神迹我就信了 所以那天我特别认真的跟他讨论这么一个假设的情况 我就说 在这有一天 你仔细想一下 突然神在全世界在天上开始广播 全世界各个地方的这个人 甭管是白天黑夜都能在天上突然看见一张大脸 一个神的这个形象 甭管他是什么形象 然后那个形象突然开口说话 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人都听见这个话了 而且你不管是说什么语言的你都突然听懂了 那个语言说我是神 我就说你就当时就亲眼目睹我这么一件事情 然后我就问我那个亲人说 你见到这事之后 你会信那个说话那东西就是什么 然后他就思考了一段时间 然后他跟我说那我也不信 我当时是我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我我也不信 那没准是外星人呢 是吧 这个就看过这个 科幻小说之后 这个我就说这种事情我们虽然理解不了 但是你就跟我说那个是神 那我不信的 这个这个反映出来一个很很很很 很共通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一个事情啊 就是人其实是凭信心生活的一个东西 这个事情我们之前其实讲过 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凭信心 而这个真正的一切事情都要怀疑 一切事情都要科学求证的生活 这个人是几乎没有的 在神迹这个事情上面你也能清楚的看出来 人是凭信心生活的 人是凭信心做判断的 当然这样的这个你不能理解 从各种意义上来讲都算上神迹发生的这个时候呢 虽然是一个假设的情况啊 但是最后你在判断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最后判断的标准不是你能不能理解 仍然还是你信不信 所以 信心这个事情呢 他本身 很像我们刚才讲的上一个这个例子一样 心里面被神检选 不被不背地神的这个人 他知道这个神的这个存在 然后知道了这个圣经上面的道理之后 他心里面很难去 否判说 我就是不要信这个东西 而选择逃敌这个呢 他多半是心里面把自己的心交给魔鬼 交给这个世界了 他是故意的不愿意去相信 而不是像很多人所声称的那样 是没有足够的这个证据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灾 是这个沙漠之神赛特的这个 这个毁灭的这个灾难 叫这个施灾 然后呢 是最后今天的第四个 是第四灾 是苍蝇灾 苍蝇灾呢 就开始进入第二次循环了 我们之前讲十灾 头三灾是 每三灾是一个循环 所以每一次循环里面 第一灾作为一个什么共同特点呢 就我们刚才讲过 就是都是早上要有明确的警告 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第20到21节 我们也看到的确是这样 在苍蝇之灾发生之前的时候 墨西和亚伦又特别的 在清早 特别提到是在清早 然后在水边去建这个法老 在之后提到建法老的时候 经常也会提到这样的细节 就是有的时候是在水边建法老 有的时候是在宫里建法老 这个都是有预表的这个含义的 宫里毫无疑问 是这个权力中心的这个意思 在埃及呢 水边是宗教中心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埃及是靠尼罗河吃饭的 这个埃及的这个农业 它能不能这个兴旺 就看尼罗河能不能周期性的泛滥 每次 尼罗河周期性的泛滥 它能把这个河床里的这个 女土和鱼沙给带到埃及的这个平原 和尼罗河三角洲上 然后那个是比较富饶的这个土 淤泥嘛 然后埃及农业就可以丰收 如果它不能定期放异的话 埃及就不可以 所以水边是宗教中心 宗里是权力中心 每次提到的这个时候 你会看到它有特别的这个含义 就是说神的这个权柄 在打击你埃及的时候 不仅是打击你的权力 打击也打击你的宗教 打击你的所带的这个偶像和假神 这个地上苍蝇灾所对应的这个神呢 很容易让人跟鬼王别西部联系起来 因为这个鬼王别西部 他又叫苍蝇王嘛 所以很多这个网上的这个资料 也会在这个地方说 这里对应的就是埃及在苍蝇山 别西部或者巴黎西部 但是实际上埃及的神里面 没有叫别西部或者巴黎西部的 这个别西部和巴黎西部 是非力士人神话当中的这个神 圣经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过巴黎西部 包括这个当年耶稣基督赶鬼的时候 有人说他是靠这个鬼王 别西部赶鬼 这个就是那个非力士人神话里面的这个鬼王 在圣经《猎王记下》里面 还提到过这个巴黎西部 《猎王记下》里面说这个 亚哈谢在撒马利亚的时候有一天从栏杆上掉下来了 掉来之后就摔着生病了 然后呢 圣经《猎王记下》一到二一章二节说 这个亚哈谢就差遣使者说 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黎西部 我这病能不能好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苍蝇神 但是呢 我查资料的时候 没有查到任何 埃及有苍蝇神的这个内容 有另外一种说法是 埃及的神里面有一个叫做瓦吉特的 这样的一个神 是苍蝇神 但是这个 有这个说法的 几乎全都是这个 基督教传教士资源的这样的一些网站 而且似乎都是在 不停的轮番引用 同一个处处 而其他地方的资源都表明 这个叫瓦吉特的这个神呢 他也是跟苍蝇没有关系 他有可能被误会成为跟苍蝇有关系 是因为瓦吉特他被埃及人看作是 昆虫 还有各种毒虫的这个保护神 但是瓦吉特他自己本身的形象 是一个蛇的形象 所以这个地方有两种不同的这个说法 有一种说法呢 是圣经在这个地方提到的这个苍蝇 也可以翻译成甲虫 不一定是苍蝇 可能是甲虫 那如果是甲虫的话 它对应的这个埃及的这个符号 就非常的明显了 因为甲虫在埃及有极其重要的这个偶像意义 圣甲虫是埃及人非常见到这个护神符的符号 这个屏幕上最右边的这个一个胸针 就是很经典的一个圣甲虫 出土的这个胸针 这个圣甲虫头脑上为什么有一个大红点呢 是因为这个 他们把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屎克郎啊 在这个甲虫 啊 屎克郎滚屎球这个行为呢 让埃及人把它跟生死轮回这个事情给联系了起来 而且他滚 所以他们的这个神话里面 说太阳就像是这么一颗大屎球 这个太阳神呢 就是一颗屎克郎 而不是就是一颗屎克郎 每天滚着这个太阳从东边一直到西边 所以在他们的这个神话里面 太阳神之一 凯布利 就是甲虫形象的一个神 太阳神在埃及里面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的 所以这个 如果是甲虫的话 那翻译成甲虫 那这个他对应的就是很明显 就是埃及的一个太阳神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就是虽然现在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埃及苍蝇神的这个记载了 但是埃及的的确确有拜苍蝇的这个痕迹留下 这个中间的这幅图 这个形象一看就是苍蝇 这个跟甲虫很不一样的 这个图是在阿赫霍特普王后墓里面出土的一个金苍蝇勋章 苍蝇形象的这个东西也只出土过这么一个东西 他记载非常少 所以有这个形象的这个勋章的这个出现 就代表着在某些古埃及的这个时候 他有可能的的确确有过对苍蝇神的这个敬拜 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有留下很好的这个文迹政治 这也是另外一种可能 而且这个事情说实话也不奇怪 因为古埃及能找到记载的这个神有上千位 而且这古埃及的所有的这些神里面 都有明显的这个人造神的这个特征 就是对于一个神的这个记载 经常性的会发生改变 包括哪些神是主神呢 哪些神有什么样的形象啊 这种细节 他经常会随着古埃及朝代的这个更迭发生改变 以至于查考这个古埃及神的这个记载的时候 你经常会发现一个神在不同时期 他的形象名字甚至地位 还有他的职能功能都不一样 甚至还会有好几个神合并成一个的情况 就比如说 埃及最主要的这个太阳神 他的名字叫这个拉 埃及有好几个太阳神啊 不是只有一个太阳神 最主要的这个太阳神叫拉 他是一个樱头人身的这个形象 最经常出现在这个埃及太阳神的形象 在一千多年以来 拉一直是埃及的这个最高神 这个太阳神是最厉害的那个 但是一直到这个阿肯纳顿 就是阿蒙霍普特四世的这个宗教改革 这个宗教改革重新把阿顿 他也是一个太阳神 这个阿顿是早晨太阳的太阳神 他的这个形象就不是一个樱头 而是一个日轮 在这个阿肯纳顿的宗教改革里面 阿顿以外的这个崇拜都到了尽职 所以阿顿这个太阳神又成了这个最高神 到后来埃及王朝时期的时候呢 拉这个太阳神又跟何鲁斯神合并 成为了一个新的神 这两个神合成了一个叫做哈拉胡提的一个神 从太阳神变成了一个掌管天空大地和明界的一个神 所以这样的这个记载 它明确显示出了埃及的偶像敬拜 大多是反映不同法老的个人喜好 所以这样反复的修改 反复的迭代的这样的人造神系统里面 有各把神明没有留下很多的这个记录呢 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可能的一个事情 但是在淫灾这个事情的灾难里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神特别的开始提到分别以色列人 这个是第一次在经文里面明确的提到 以色列人在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 受到的优待和特殊的这个保护 埃及人和希伯来人在灾害当中 被神一直神奇力量的手给区分开了 而这样的 而且圣经里面还特别的说明了这个优待的这个理由 为什么要把他们区分开 这个分别的这个宗旨是要显明这个灾难并非是偶然 而是对埃及这个地方的这个审判 所以经文里面说 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这个戈山地这个地方 这个戈山地这个地方是出埃及记第一次的提到戈山地这个地方 之前在这个 川尔基最后的这个时候 以色列人第一次到埃及的时候提到我戈山地这个地方 但是出埃及记里面还是第一次提这个地名 这个戈山地之前讲过是埃及人边境的一个 是尼罗河三角洲下游的一个地方 比较靠东的一个地方 是当年约瑟指定给这个埃及人住的地方 戈山这个名字 它并不是埃及文 戈山这个名字是希伯来文 而且戈山的这个意思就是边疆的意思 所以他所以戈山这个地方说把埃及说把这个以色列人住到了戈山地 其实就相当于在我们中文语情说我们把一家人安排到了我们中国边疆去 就那个地方他本来可能并没有一个名字 所以戈山这个地方在现在也没有办法在埃及他自己的这个历史文件上面找到他到底在哪 因为他本身也不是埃及文是希伯来文 但是这个地方特别的提到说这个灾祸呀 只会发生在戈山地以外的这个埃及地方 每一次的灾祸都是针对埃及人的 每一次都特别的保守 神都特别的保守他的百姓 他们都被分别在戈山地 这样的这个分别 他的预表意义非常的明显 一直到现在我们自己也是被分别在基督里的 这个是我们与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最大的这个区别 我们也是被分别的 就像当时神被坚持的人被分别在戈山地一样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有灾祸的这个时候 我们自己有平安喜乐 完全是因为神分别了这个我们 让我们可以这个在这个在这个世界上面 能够从他那个地方继续的得到这个保守和喜乐 而最后在第十灾最后一个灾的这个时候 这样的这个分别达到了一个极限 就是宇悦节高原的这个血在以色列人的这个门框上 如果是在他的门框上面就越过那个门 这个记号 这个分别 这个高原的血最后成了这两个民族之间的这个界限 而且你在这件事情上甚至可以说这个记号成为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 这两个民族之间生与死的这个界限 而这样的这个界限在后来红海事件里面又再次的这个陷阱 就是以色列人就可以安然度过红海 但是当埃及人试图去过的时候 海水就倒在埃及人的身上成为他们葬身之所 所以这个分别的这个概念在这里第一次的这个提到 他本身非常的这个重要 神的这个创造的这个大能 还有他在这些所有神迹里面所显示出来这个大能 一方面给埃及人带来灭顶之灾 一方面给以色列人带来这个福祉 而这样两个民族之所以要把他们区分开来 他最主要的目的 不只是要拯救以色列人 或者说他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要救以色列人 他最重要的目的呢 是要向埃及人显示神的这个大能 本节所以在经文里面明确说 为什么要做这一系列的分别的事情呢 在经文里面说 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 这个是这一节经文的关键 他不是这个不希望埃及人回转和得救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地方说的是 神把这两个民族的这个分割 把这两个民族的这个分别是为了荣耀 是为了让他自己的这个民族得荣耀 所以我们经常讲 基督徒神的救恩计划最重要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一样的 也是为了让神得荣耀 所以救恩把这个世界上的人得救的和不得救的区分开来 是神继续的 你看几千年起 他就开始在这件事情上面已经做出了预表 所以现在真正的这个救恩计划展开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的这个计划 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贯彻始终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些 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 或者是这个补充的吗 好看一下 没有关系 这个都错了 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 或者是这个补充的吗 好没有的话 那个荣荣在现场就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是这个推荐的 那么我们就要看看 这个补充的事情 不过是这个补充的 就要看了 我们就要看了 这个补充的事情 我们就要看了 我们就要看了